第四個單元裡面 比如說像這邊有幾個範例 我沒有講到的 比如說我們前面是講有兩個爬蟲 像那個大樂透歷史資料爬取 還有像外匯資料爬取 那這兩個最大的差別應該 應該各位有印象吧 像這個資料是CSV 所以如果假設你裝的是 政府的開放平台上面的CSV的話 那你可以爬蟲部分的話 其實就是單純很多 那範本如下 所以將來如果你的檔案是CSV的話 那其實只要拿這個範本 把那個CSV的網址貼到哪裡 還記得吧 貼到test這邊 這邊有一個 分號的後面這邊 那其他應該都不需要改吧 當然如果你有不只一個檔案的話 其實你可以再跑個回圈 如果假設你是一個網頁的話 比如說大樂透有沒有 還記得吧 那個大樂透的範例這邊也有 大樂透的範例呢 那當然你要先確認說呢 你的網頁一定是一個Table的標籤 如果不是Table標籤的話 或者是那個Table標籤有保護的話 那你可能要用別的方法 因為這個CrateTable好處是說 它非常簡單 只要是你Table標籤的資料 就可以幫你 但我是覺得網頁的環境複雜度太高了 因為有很多地方的話 可能不像你想的那樣 它可能背後有些標籤 會限制你可能要抓的資料 像我這邊有一個範例的話 各位可以往下找 比如說像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用IE物件去抓取高速公路的交通事故 這邊有一個像這樣的範例 那這個範例的話呢 當然你可以找到那個 它是來自於那個交通部的 什麼統計查詢網 那其實你相關的 有關交通部的相關資料 其實網路上 這個網站其實提供的還蠻全的 只是我用了一下 我覺得這個實在操作非常的麻煩 而且非常的複雜 它取凡所有的類別裡面的話 它好像分這些類別 像郵政的 郵政這個好像跟交通 OK 那比如說交通事故的話 要分什麼鐵路有沒有 鐵路它分成那個什麼 台鐵、高鐵、捷運 所以你假設想要比較一下 到底這三種交通工具 哪一個比較安全的話 它應該可以猜是吧 最不安全應該大家都知道 台鐵應該最不安全吧 常常在出事一下翻車一下怎麼樣 對不對 而且最近好像用公司化了 大家每個人都希望說 搭台鐵的時候能夠像那個 台北捷運 台北捷運其實算是世界有名的吧 那它到底事故率相差多少 那其實上面是有提供一些相關數據的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自己再找一下 不過我是覺得它這個網站設計的 並不是很友善 資料的話你們可以再操作一下看看 那其中的話 假設我想知道 像什麼高速公路上面的一些事故率 像這邊好像有提供一個 後來找一下 我在上面找了一下 那個有關它交通事故的一些相關統計 那它其實這個統計 其實我是覺得它查詢並不太好查詢 比如說像有關公路方面的那個事故 這邊有一個交通事故對不對 那你可以道安統計30次 這個不太什麼意思 那其中大概有包含什麼道路的交通事故的統計 那你可以怎麼樣 它旁邊還有分機關類別 那有各縣市還有甚至是國道的 那比如說我只是想要知道國道的話 你可以只打勾國道啦 那當然你可以查到這個資料 我這邊有一個連結 就是這個連結 這個連結是我已經查到的一個連結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連結 它其實主要是從這個網站後面再加一些參數 這個參數後面加一堆 問號後面這個參數 那第一個參數是什麼 SYS 這個什麼應該SYSTEM吧 2020 M的這個 哇一堆 那所以這個連結的話把它點進來 各位可以看到 那這個就是我利用剛剛的查詢系統 所得到一個表格 那這個表格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它裡面我大概抓民國87年 一直到108年 假設這個區間的資料 那如果我把它查到之後 我想要把這個表格有沒有 直接把它放到這個Excel的話 那當然喔 第一件事要怎麼把它放到Excel啦 你說老師我實在不會怎麼辦 其實最簡單就是什麼 你把它Ctrl C嘛 有沒有複製然後直接貼過來 但是假如說你不想要 怎麼講 不想用最原始的方式 因為目前當然是只有一頁 比較簡單 可是如果這個地方頁數非常多 那如果你假設你只會Ctrl C Ctrl V 有點很浪費時間 那如果假設說呢 我現在有一個連結 這個連結 那我希望呢 利用爬蟲的方式呢 幫我把這個上面的資料抓下來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第一個動作 我前面跟各位講過 這個是不是一個表格 看起來應該是啦 那接下來按右鍵呢 這邊有個檢查一下 有沒有 我習慣在這個表格的左上角這邊 按右鍵檢查一下 那確認一件事呢 就是這個裡面是不是一個Table標籤 也沒錯 它這個Table標籤 那而且呢 我們可以再來Ctrl F Ctrl F的話呢 就是尋找一下 Ctrl F就尋找什麼呢 這個把它Ctrl C 拖來一下 然後Ctrl F 然後把它貼上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記得前面再加一個小於符號 小於符號就是一個標籤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網頁裡面 基本上就有兩個Table 一個Table的話 是上面這個啦 所以你會發現上面這個地方 雖然它是一個 有沒有 上面這個 上面這個看起來是一個標題名稱 不過它其實也是利用表格來排版的 OK 所以上面一個 那下面這個的話呢 就第二個啦 OK 所以理論上 我們要抓的話 應該用那個什麼 用Credit Table來抓 應該是可以的 應該啦 不過我後來試了一下我發現 用Credit Table抓 居然失敗了 OK 所以很多情況 會遇到就是說 你看起來好像 用之前的方法來抓 好像可以 但是有的時候 爬從這種 不確定因素其實還蠻高的 所以假如說 你試了半天 不然你們可以試試看 理論上第二個嘛 那這個理論部分當然就是 我們可以把這個網址 利用什麼 利用大樂透這個 大樂透這個範例有沒有 我這邊有個範本 其實就是把它貼到URL後面這邊 跟Web Table輸入二嘛 應該理論上就可以把資料抓下來 不過我試了一下 我發現好像這個網站 它有一些保護機制還是怎麼樣 那沒辦法用Credit Table抓 一般狀況是可以 但是這個網站不行 所以如果假設不行的話 那你可能要用其他方法 那理論上 第二個方法 就用什麼 用IE物件可以來抓取 不過呢 用IE物件來抓取的話 那難度整個又提升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呢 假如說呢 你用那個Credit Table失敗 OK 那你還有第二種方法 不過第二種方法 難度就非常非常的高了 所以這邊的話 提供給各位參考 如果假設你實在是失敗了 那你可以用第二個方法 用Credit 那這個 用那個什麼 用IE物件 那你說IE物件什麼意思呢 其實白話的意思 就是用IE瀏覽器 先把資料載入到IE的瀏覽器裡面 然後呢 我們再利用Excel 去把那個 IE瀏覽器上面的資料 把它抓到Excel來 OK 那其實我們可以利用那個什麼 VBA裡面的叫Create Object 可以把IE瀏覽器 把它當一個物件 載入進來 那所以呢 底下我有個範本 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應該在第三頁的地方 這邊有個下載 OK 這一段 那我先demo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有幾段 總共有三段 那第一段就把資料下載 第二個應該看得懂 這個三圖其實我們之前有做過 再來就是把那個所有的圖畫成折線圖 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希望 當然我們其中 其末報告我是希望說 可能比較想看到的 就是利用那個VBA 可以做爬蟲 不過難度比較高 第二個的話可以畫圖表 可以把數據什麼圖像畫 OK 好把demo一下 所以這個地方 把這一段下載 我先把它先貼到好了 這個可以把它放Ctrl-C OK 然後你可以開Excel 然後把Excel打開 那當然程式你要用的話 一定第一個 開一個空白的活躍簿 第二個開啟開發人員 第三個呢 再開啟Visual Basic 記得吧 那記得如果你要把 網路上面 或者雲端上面的程式拿來用的話 記得一定要貼到哪裡呢 貼到模組裡面 所以呢 請你開啟Visual Basic之後的話 直接在那個專案總管 這個區塊裡面 任何一個地方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就對了 那右邊會出現有一個 可以讓你貼上程式的地方 你就直接把它貼上 OK 好 那這樣 基本OK了 那我大概demo一下 這一段程式的話 來工具選項 我把字稍微放大一下 字太小 我大概放大12號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個程式裡面 我大概解釋一下 這個程式裡面的話 其實就我剛剛講的 第一個它做什麼呢 第一個 第一行當然是先把資料先清框 那接下來呢 就是直接用一個方法叫 Create Object 這個Create Object的話呢 就是直接把那個 IE瀏覽器 把它載入到什麼呢 載入到我們的VBA裡面 變成一個物件叫IE OK 特別注意喔 它叫什麼 Internet is Bola 這個其實指的就是 我們電腦裡面的那個 IE瀏覽器 把它變成一個物件 載進來 然後給它一個物件名稱叫IE OK 然後呢 IE裡面的話有一個方法 叫 Navigate 這個的話其實就是 提供給它一個網址 所以這個網址的話 實際上就是我們剛剛呢 在我雲端上面的那一串 所以這邊這個網址的話 實際上本來是一個雙銀號 那我其實是把這一串 哪一串 就這個嘛 這個網址有沒有 把它Ctrl-C 直接貼到哪裡 意思就是說 請你幫我連結到這個網址好了 意思 如果假設了 瀏覽器可以到得了的 一個網站的話 那基本上我們就可以把資料抓下來了 那再來的話呢 讓這個程式停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 為什麼 這邊有一個application點位置 意思就是說 現在的時間加三秒鐘 那意思是說讓它停一下 那你說老師 為什麼這邊要特別停一下 主要原因很簡單 因為你瀏覽器 一執行那個網址的時候 有的時候呢 它要等一下下 資料才low下來嘛 所以你可能要讓它等 不過有的時候三秒 如果假設你三秒失敗的話 那可能你要增加一個時間 有的時候你會因為 網頁載的比較久 可能需要等的時間更久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來run一下 所以呢 我直接 或者如果沒把握 按F 我用F8竹簧跑 先把這個載入嘛 理論上應該沒有問題 然後navigate到那邊去 然後等個三秒鐘 所以它這個時候會等三秒鐘之後 再去抓 那抓什麼資料呢 其實喔 底下就是抓它的table標籤 所以呢 IE物件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getElementsByTechnate Technate指的是標籤名稱 然後把它上面的標籤名稱叫table的 意思就是把那個標籤 所有裡面的資料通通抓下來 然後去解析一下 我要解析什麼 裡面有沒有tr tr就列嘛 把列跟th是它的欄位名稱 然後td的話是裡面的資料 分別把資料呢 把它解析出來 然後所以把它執行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資料呢 就下載下來了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資料 跟我們剛剛的這個網址上面的資料 應該會是一模一樣的啦 有沒有就這個資料 看一下這邊喔 87年 照式鍵數 鍵有沒有 這邊237 所以也就是說 把這個網頁裡面的所有資料 通通幫我把它抓下來 那當然抓下來之後的話 我是希望後面再把它畫圖啦 所以後面的話其實 有兩段程式嘛 一段的話是這個刪掉圖 一段是折線圖圈 這個其實跟前面那個練習有點類似 所以把這個這兩段把它Ctrl C 把它貼到這邊來一下 OK 然後把它Run一下 那其實就是畫圖啦 那畫圖部分的話 當然跟前面類似 就是按照不同的欄位 把它的圖畫出來 不過可能你可以分開來 比如說這個可以按照照式鍵數畫一個圖 然後再死亡人數啦 OK 所以其實總共應該四個圖吧 執行一下 看一下 OK 那你可以看到 圖就畫出來了 有沒有 照式鍵數 死亡人數 然後受傷人數 然後取締鍵數 就可以把 這個其實跟前面那個 我們外匯的那個範例 其實滿類似的 那只是說換個資料而已 所以你們可以想想看 網路上有沒有什麼資料類似的 有沒有 像這個是照式鍵數的多寡 那跟時間有關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 第一個欄位通常是時間嘛 大概是這樣 請各位先試試看 不過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它這個地方是利用所謂的IE物件 那IE物件你說老師我們電腦現在基本上已經沒有IE瀏覽器 現在瀏覽器已經換成另外一個名稱 叫什麼叫Edge有沒有 Microsoft Edge 你說老師已經沒有IE瀏覽器了 那怎麼辦 其實跟各位講 它這個其實是換湯不換藥 雖然它叫Edge 不過其實你們我記得好像 它其實本身就是IE的怎麼講 改版吧 你可以看到 其實它在Edge瀏覽器的說明裡面 我記得好像在它的關於裡面 好像就會出現什麼 關於這邊 關於Milesoft Edge 實際上這個Edge好像其實背後也是 這個IE的瀏覽器 所以其實各位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其實基本上它本身 奇怪怎麼一直跳掉 我記得從那個關於裡面去找 好像它會跳出它還是Internet OK 好啦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一下 主要就是說 如果假如用那個Creditable的方式失敗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改一下 改成用什麼 用那個就IE物件的方式 來把它資料載下來 OK 那比較難的地方 應該是在哪裡 應該是這個底下這一段 叫做什麼 建立一個Table跟TR的物件 你說這什麼東西 其實主要你要抓這個網頁資料的時候 再來 因為Creditable其實方便的地方 是你不用管這些 但是如果你假設用IE物件 就要知道 那首先當然你可以看到上面 這一些應該是放TH 按右鍵檢查一下 你可以看到它們應該是TH 所以這個是TH 這個是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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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是TH 所以基本上 它 基本上這些資料是放在TH標籤裡面 最上層的話是要TR 所以其實 它的架構基本上是這樣 Table 就是整個表格 然後列的話就是TR TR 那TR的話第一列 理論上可能會是TH 但有些會用TD 那第二列的話呢 通常呢 有可能 這應該會用TD 不過它這個架構蠻特別的 它這個是TH 這個裡面第二列也是TH 我看一下第三列呢 第三列也是TH 所以 它這個架構 它這個架構可以把它分析一下 它這邊的話是T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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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第二列的部分就是 這個是TH 那後面的話就TD 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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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假設要把這個 其實理論上應該是把什麼 把這個標籤裡面的資料抓回來 那這要把那個規則寫出來的話 所以後面的程式 基本上都在做這些事情 OK 請各位先稍微了解一下 待會細節部分我們再來看